这一刻,一百三十四名身负重伤的无量妖工大能们,看着身旁的副公主生不如死,他们吓得浑身哆嗦,望着一步步走来的谭云哀求出声。 谭宗主,下令杜杀皇甫圣宗上百万弟子的命令,都是东国昆仑下的,谭宗主,东国昆仑就是个变态,我们都非常怕她,但是她是我们副公主,她的命令我们不敢不听啊。 是啊,谭宗主,求求您收下我们,我们今后愿任您为主。 面对众人哀求,手持长剑朝他们一步步走去的谭云无动于衷,她心眸冷漠,就算你们是被逼的也好,但你们为了六天玄宫犯我皇府圣宗,屠我宗弟子,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一个个的说,你们的家人在何处,你们副公主的子孙又在何处。 谭云走到众人跟前,施展鸿蒙神童。 随即,众人如实回答了谭云的问题,谭云便解除鸿蒙神童,回首望向拓拔盈盈。 接下来的一些话,让众人彻底怒了。 营营,这一百三十五个家族的位置,你记住了吗? 回兵主人,记住了。 很好。 接下来,你将他们四职全部废了,然后暂时关押起来。 待我们平定了来犯的敌人后,再把无量幽宫所有敌人背后的家族通通灭了。 我谭云,要让无量幽宫所有人的子孙,为我上百万弟子陪葬。 诺。 谭云,不要,不要杀他们家族那些无辜的人了。 这时,重伤垂危躺在地上的沈素兵,忽然艰难摇头虚弱开口。 温婷此言,无量幽宫一众强者,连忙哭喊求饶。 是啊,谭宗主,您夫人说得对,就杀了我们,别杀我们的家族之人啊。 谭云置若望闻,身形已上而是,出现在沈素兵身侧。 他俘下身来,温柔地抱起沈素兵,轻轻迈步,朝不远处的玲珑圣塔走去,只留给众人一道无情的背影。 素兵,我要让所有天伐大陆的人类清除,犯我皇府圣宗者皆伤。 我要整个大陆所有圣灵都清除,屠杀我皇府圣宗之人的后果,就是举足皆众。 我知道这些无量有功背后的家族,有很多的人是无辜的,但我还是要这么做,否则以我们的速度,最多数十载便会飞升仙界。 而在我们飞升仙界前,我们不仅要一通天法,还要镇住想造反的人,还给天法大陆一个太平盛世。 这一刻,除了谭云怀中的沈素兵,任何人都未见谭云说话时,因上百万弟子被图之事而血红的眼眶。 谭云抱着沈素兵,继续朝玲珑圣塔走去。 沈素兵也清楚了,谭云为今后皇府圣宗弟子不再被人大肆屠戮,而选择心狠这一次,一定要震慑住所有人。 沈素兵颤巍巍伸出玉手,轻抚谭云的脸庞。 我明白,我什么都明白。 当谭云抱着沈素兵回到第十二层圣塔之后,身后还在不断传来众强者的辱骂之声。 拓拔盈盈冷若冰霜,持剑将所有人废掉,嚼碎舌头,只留下眼睛。 他扫视众人冰冷开口。 我会让你们亲眼目睹你们全族被灭的过程,以此告慰我宗上百万弟子亡灵。 在此期间,你们想死都难。 说吧,拓拔盈盈又禁锢了众人的灵池。 乾坤界闪烁之间,一座夏品介子时空圣塔便在身前凭空出现。 他右手一挥,一股灵力笼罩住众人,将众人送入圣塔之内。 随即圣塔化作光束,钻进了拓拔盈盈的袖口之内。 不多时,弹云飞出了玲珑圣塔十二层,出现在众女身前,让塔内的七大族王先飞出来。 除了拓拔盈盈之外,众女和天罗龙雄王先后进入其中恢复伤势。 此刻塔外,只有拓拔盈盈与弹云二人。 主人,时空引擎都在里面。 拓拔盈盈说着,便将一枚乾坤剑递给了弹云。 盈盈,你立刻开辟一块千丈巨石,我重新布置密青之门。 属下遵命。 拓拔盈盈领命之后,便迸射天际。 弹云忍着心痛,在一座山巒之间,迅速开辟出了一块巨大墓穴。 玄机也不见其有任何动作,上百万弟子的尸体便腾空飞入墓穴之内。 待将众弟子入土为安之后,弹云立下了一块墓碑。 朝墓碑深深三鞠躬之后,便伸手抚摸墓碑,久久无声。 长探一声后,他便用时空允精修复了先前被谭台语毁掉的通往慕容和永恒密径的两座传送阵。 这时,拓拔盈盈一双御手,举着一块巨石飞落在密径出口之下。 主人,十块已备好。 好,把所有圣戏和亚仙戏飞剑拿出来。 拓拔盈盈闻言,玄机从战利品中祭出了万柄飞剑。 如今谭云灵魂强大程度,已经比普通羽化镜大圆满强者要强上一成。 他一念之间便是万简齐飞,在巨石镇上刻画十二龙绕顶防御进之镇。 短短三个时辰后,弹云便重新布好了密径之门的禁制。 此防御禁制镇法,乃弹云羽化飞升之前,没有仙缘的情况下能布置出的最强镇法。 若非上官亚赐予东郭昆仑六天仙功福,密径之门可断然不会被轻易毁掉。 这时,弹云愁眉不展看向拓拔盈盈。 如今皇府密径外,还有多少敌人? 回兵主人,皇府密径外共有二百一十一人,属下从他们辱骂我宗石的言语中听出,无量幽公公主便在里面。 皇府密径的密径之门可有被攻破的迹象? 没有。 那就好。 弹云长舒一口气时,沈素兵和众女神才一意自玲珑圣塔之内飞了出来。 沈素兵望着弹云,眉眸之中蕴含着无尽的杀意。 弹云,我们是先前往慕容秘境杀敌,还是永恒秘境?